新疆報在調查說 去年有八百萬的公務機關的人 在外面檢測 做技術家事 還要請領受訓 報道 新疆處理會說 公務臨員的薪水 沒有受到疫情影響 不能這樣 說路總局 經過身分差 發現還有一百三十人 是不一樣的報道檢測 也已經發生要撈 亂來這裡的相關報道 受到新疆疫苗的影響 交通報去年的疏困風暗 報道十萬七千五百的 這項的家屬人 新疆客廳車 跟遊覽車的運載頂頂 結構協會三十二億 兩千三百九十九萬 不過新疆報在在 集合的時候發現說 其中有八百五十三的人 是在中央協助是 地方公務機關在責頭路 也申請領家屬人的薪水補貼 結果調查 其中有一百三十人 是違規檢測一下 一個人大概三萬塊 那如果說這邊一百三十位 大概就是將近新臺幣三百九十萬 公路總局表示 薪水補貼的價位 目的是要補貼 這項的家屬人 不過部分申請的公務員 有領固定的薪水 不可以領監減空貨 教屬人的薪水補貼 因為公務員如果是檢測 就要拿報申請 占對違法檢測的人 會在八月十三之前 要求他們要把違法領到的錢 都行頭回來 公路總局表示 經過請者 檢測這個獨博分 他們都是第一算基層的人員 並沒有主管支部的 可入基層的人員 可檢測探索費 如果是學會有申請 檢測的人 就不用把錢落到回來 如果行政出負的補分 就只要國際官的規定來辦理 記者綜合報道